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血尘 血尘指的是红细胞成降率 也就是说红细胞在一小时末 它下沉的这样一个距离 也就是红细胞成降的速率 这就是我们说的血尘 测血尘的方法虽然很多 现在比较常用的是卫视法 那么它是正常值 是女性是0到20个毫米每小时 男性是0到15个毫米每小时 血尘高是指用卫视法测定的时候 大于25毫米每小时 都界定为血尘高 那血尘高有很多原因 但凡影响到红细胞 或者是血浆的这些因素 都可以导致血尘的增高 所以在一些生理性情况下 比如说女性的月经期 它因为子宫的出血 可以引起血尘的轻微的增高 在妊娠扑乳期 可能会因为它的一个相对的贫血 或者是显微蛋白源的增加 包括在产商或者台盘的薄离 那么这个过程中也会影响血尘 那么老年人呢 也会有血尘增高 轻微的大多数的原因是因为 老年人它的纤维蛋白源 逐渐的增加所导致的 但血尘呢 我们在临床上很多情况下 是不作为这个病因诊断的依据 但是很多病都可以导致血尘高 所以在病理的状态下 常见的原因 第一类就是各种的炎症 包括了比较急性的炎症 比如说细菌感染 就会产生很多急性性反应的物质 比如说C反应蛋白等等 那会引起血尘的增快 那么慢性的感染 比如说结核 它可以引起纤维蛋白源 免疫球蛋白的增加 从而导致血尘的增快 还有一类就是像风湿疾病 那如果说和病有血尘快 C反应蛋白高 那就要考虑风湿热的可能 那对于风湿和这个结合来说 血尘的快慢 是看它病情活动 以及病情是否得到 有效控制的一个指标 那第二类呢 就是各种原因导致的 球蛋白 也就是高球蛋白血症 就会引起血尘的增快 那么常见的病例性的血尘增快 比如说压制性感染性 心内膜炎 比如说黑热病 系统性红白狼疮 那它可以引起高球蛋白血尘 引起血尘的增快 那还有一些 比如说肝硬化 慢性肾病 那么会引起相对的 球蛋白的增高 也会引起血尘的增快 那么对于像多发性骨髓流 僵细胞的异常增质 还有聚球蛋白血症 那么它会在血液中 产生大量的病例性的球蛋白 会导致血尘的增快 那除此之外 我们说常见血尘增快的 还有贫血肿瘤 那么贫血呢 严重程度不同 血尘增快的幅度也不同 严重的贫血可以引起 血尘高很多 这样的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 我们都要去鉴别对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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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